陆柯然犀利大拷问 第一题 立刻说出娱乐圈里面 三个皮肤非常好的朋友 我那样的每一个人皮肤都挺好的 三个 九个都很好 九个都很好 好 放过你 如果不整容的话 就会世界末日 你会选择整哪里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我没什么地方想整 没什么地方想整 好 快乐但没钱 没钱但快乐 你选择哪个 都不能接受 都不能接受 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 反正我选择有钱 选择有钱 但是也要快乐对不对 对自己的五官哪里最不满意 都挺不满意的 这就是女王 一定要选出一个 没有地方可以选 仔细放光芒 没有地方可以选 360度无死角 发朋友圈之前 要披一张照片的话 你要披多久 我不怎么披照片的 可能就调个颜色 踩一个那个图的大小 30秒就差不多 30秒就可以搞定 朋友圈发什么样的内容 会屏蔽家人 从来不屏蔽家人 真的吗 那你会朋友圈分组吗 不会 我就所有人都看得见 想发啥就发啥 变黑和变胖十斤 哪一个最不能忍 我觉得是 变胖十斤之后 发现自己还黑了 这就太可怕了吗 听说你不爱吃茄子对吗 嗯 那如果是 新歌霸占热搜十天 但必须要吃半年的茄子 怎样 如果新歌能霸占热搜十天 我不仅吃茄子 我还洋葱胡萝卜 三个半年一起吃 全都一起吃 而且要吃半年好不好 对就吃半年 今天这个flag立下了 我们的犀利大拷问过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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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